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房地产的机会 打开了我很多对房地产的一些盲点 可以说是50的分享 从A到Z那边 你要怎样打广告 怎样设定 然后那些规则想用 什么东西要注意 然后什么东西不该做 他会讲到完 所以觉得是大开了远接 昨天我记录应该是4点多这样吧 等下晚上我就收到一个吃饭所 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跟我说 请慢点的homestay再来 我有点吓到啦 我没有预期到这样快会有一个call啦 讲真有一点点兴奋 因为没有想到说老师们所教的东西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就也可以看到那个效果 我觉得这种效果是 一直在想怎么样赚到真的有可能吗 然后是真的可以做的 增加你的知识吧 让你知道在这个资产业 还有除了commissional的lent 然后你还有一个更加bright的feature 就是Airbnb或者是以True Booking来 增加你的资产 还没有来的伙伴们 这个workshop真的是教会 尤其像我这种菜鸟 你们如果想在投资界里面 学到更多的东西 一定要来 因为这边的导师非常的棒 你已经投资在产业了 你还怕什么呢